我是范正宏 請大家跟我一起進出有據 無微無據 正確的事情重複做 財富自然就會來了 記得加入唯一的官方LINE AT帳號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交易室 我是Mr.海豚范正宏 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看一下今天要講什麼重點 第一個聯發科除息後 今天是跌了2%多 連價錢到底該不該賣股呢 大家知道昨天的聯發科 因為跟傳說傳言 Google跟聯發科要共同研發 AI伺服器晶片 所以昨天是大漲 不過其實在盤中聯發科 其實就有說 這個是謠言大家不要亂講 可是股價還是收高 今天除選息之後 直接來一個貼息的缺口 這部分當然也會影響到 加上今天市場也是普遍下跌 大家有在問 連價錢到底要不要賣股 因為只剩明天一天 我們等一下來跟大家做個分享 第二個 有一個被市場遺忘的AI概念股 是誰呢 我們等一下起來看一看 這一檔今天是大漲的 再來就是電源供應器法說會 釋出利多的訊息嗎 那今天呢 不是今天啦 早上其實海豚在盤前分析期 就有提到這一檔 這個6203海運店 那他到底是出了什麼利多訊息 那我們等一下也一起來觀察一下 最後就是市場的重要大事預告 好那一樣 節目正式開始之前 幫海豚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讓更多觀眾可以看到海豚的節目 好接下來我們就是看盤了 聯發科除息後追落 連價錢該賣股嗎 那今天大盤呢 下跌了89.65點 跌了0.52% 上跪下跌0.5% 跌幅比上市輕啦 只跌了0.22% 不過跌加速還是比漲加速多的 那電子今天是比較弱勢了 跌了0.73% 很明顯的比上市 這0.52%還要多 所以等於說今天是電子全資股 像昨天還有聯發科啊 在去做稱盤部分的AI全資股 下去做稱盤 可是今天明顯就比較弱勢一些 那今天稱盤指標當然就是金融了 那金融之外呢 金融之外大概就是下面這些強勢族群 就是重店 飯店觀光還有Server機殼 那機殼呢 3693的銀邦 我們剛剛排完後有公佈這個 好像是5月份的字節吧 這個表現的是蠻強勁的 那820的情城最近法術會有利多 那再來就是237的大同去創新高 還有1513的中興店 那飯店觀光呢 今天是續牆的喔 昨天強勢的幾個族群 面板觀光飯店跟飛機零組件 兼續牆的大概就只剩下飯店觀光而已 那這部分呢 會不會隨著連假結束就結束呢 這個我也不知道了 那基本上海添隊飯店觀光股 之前已經做過很多分析跟一些看法分享 我就認為說 就他們在長什麼我實在看不懂啦 那我是不會去追啦 那大家要追的話 記得這個風險 記得把它守好 好 再來就是看托洪的加速了 那這個托洪的加速依然 依然的矛盾 依然的矛盾 就是說 雖然說中矮型個股還是有一些個股是在強勢的 但是最近指數持續的走高 但多的加速還是未見起色 那今天反而 講像說 前天上漲 昨天下跌 不是 禮拜五上漲 增加 然後禮拜一 減少 然後 不對不對 日期一直講錯 總之就是一天增加 一天減少 昨天增加 今天又減少 但是不變的是什麼 空洞加速持續的往上 那另外就是要比較有疑慮的 就是 長線的東洞加速也開始出現熟練 那通常這個狀況發生呢 通常都是暗示啦 這個修正的風險是增加的啦 那不過海添的看法還是一樣 雖然說廉價又到來了 然後加上最近的族群比較偏向 很強弱很弱 那我是覺得看法一樣 跟昨天直播說的一樣 就是手中的車庫 海添看好也是續爆 因為除非是做短單嘛 因為海添都是撥短單 都是比較看好基本面後續發展的 那如果說 你先賣了 結果回來大盤也沒破線啊 因為今天的大盤怎麼樣 今天大盤其實盤中是有破線的 今天盤中其實是有跌破 海添一直在講的 這個大量的低點 跳空的低點 17129 今天最低來到17121 破了一點點 那只是尾盤收上去了嘛 就是什麼 就沒有破 那如果沒有破 你又領先市場 預期 預判市場 接下來一定會破的話 那結果後面 萬一市場是往上漲 連價回來往上噴的話 那你就變成是 要去把股票追回來 那其實基本上 就有點沒必要啦 不如就現在的部位 你就好好等 等看會不會有發酵 那最早中是什麼 最早中就是回來之後 跌破這個17129嘛 那按照我們的機率來說 假設個股也跟著破線 那我們就太弱留牆 把弱的就先牽掉嘛 那牆的繼續留著 因為海添有說過 這一波沒有明顯的頭部之前 都給它持續偏多看待 那只是差別在於說 操作可能不會那麼輕鬆而已 這個大家也是持續做留意 那當然說整體來說 海添看法也差不多啦 反正就是持續的偏多 持續的做多 儘管知道這波可能是長假的 但是問題是 他現在就是告訴你 他正在漲 那我覺得就不需要 有過多的 預判啦 過多預判 因為你像 當之前長到這邊的時候 大概說 這個假的一下就掉 要學萬七不會過 現在都已經17300了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真的不需要太過多的預期心理 而是重點是放在盤告訴我們 該怎麼做 這個大家還是要留意啦 好 指數部分大概就簡單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啦 那接下來就是看一下 欸 看一下這個 這個臨時性的 不是也突然的字幕又來了 就是之前有送給大家 這個海豚第三季的口袋名單 當然這個口袋名單 目前海豚並沒有去做調整 反而是有什麼 有增加一些口袋名單 因為隨著市場資訊持續的更新嘛 那自然會看到不錯股票 就會納進海豚的股票池裡面 那當然 就是跟著小小的海豚買啊買啊買 在大大的股市裡面賺啊賺啊賺啊賺 那如果你覺得自己真的不會操作的話 真的歡迎大家加入海豚的簡訊學院 讓海豚直接帶著你進出 那如果你真的真的只是選股 你覺得自己操作沒什麼問題 只是選股上有什麼問題的話 那不妨週報帶著走啦 因為畢竟海豚的口袋名單 大家都認證啦 線上欸後面表現真的是 真的是不會太差的 那即便真的是基冷面出現的狀況 海豚也會在週報裡面去跟大家去做通知 當然如果你想要更及時的知道海豚在想什麼的話 那大家就參加索馬影音了 那大家好好利用這一次的 這個好長喔 就是跟著小小的海豚買啊買啊買 在大大股市裡面賺啊賺啊賺的優惠方案 那我們一起來參加 好那接下來進入正題了 那前面有提到被市場遺忘的AI乾淨股是誰 其實就是2059樓川湖 那它是做這個伺服器導軌 那其實最早它是做這個廚具的那個 S系統家具裡面那個 有這個拉的那個抽屜的導軌有沒有 那後來就是去做這個伺服器相關的導軌 那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市場的前幾大的一個 前幾大的這個公司 那公司最近這個是有發表這個看法 就是營收的狀況呢六月會比五月好 那等於說營收是有機會出現越成長 越增的部分 那季度的部分呢第三季就是七八九月 也會比第二季表現來得更 也會比第二季表現來得好 那當然說它並沒有特別去提到說增加的幅度 那大家就是至少知道說這個狀況至少是公司是有正向的一個表現 那另外就是第二點就是到今年第四季呢 AI的營收占比預估會爬升到30%到40% 那當然說這個數字到底是真的假的 那畢竟這是公司說的嘛 那我們就先信了 因為市場今天似乎也是信了啦 今天是直接拉到漲停啦 當然就不建議大家去做追價 只是說我們在看整個AI伺服器產業或是相關的AI概念股的時候 不能只看幾家 一定要整個市場一起看 你才可以知道說從上游的晶片 到機櫃 到什麼散熱 到這個伺服器導軌 或說整個產業是一起正向向上的話 那自然代表說這個產業 是有機會走出一個什麼強健的族群性的 這代表可以繼續去做觀察 那另外它有提到2024年 8210的秦城 要開始出這個靜默式的一冷機箱 那川湖也會有相關的產品 那當然這是一個願景 是一個病 因為畢竟開始出 就代表什麼 未必等於說是有所謂的規模經濟 可能只是剛開始小量出貨 那當然我們先去觀察說這個東西 在未來的需求的狀況 或許搞不好秦城跟川湖 明年又收回這個東西 EPS又再繼續被調升 那目標呢 川湖自己的目標 是未來兩到三年可以打敗 國際的目前的龍頭 那自己取得產業龍頭的地位 那另外就是 它伺服器跟儲具的營收佔比 大概是8比2 就儲具20% 然後伺服器倒軌的部分大概是80% 那這個儲具的業務呢 也有機會 在明後年啟動併購通路的計畫 那這個大家可以持續做留意 那相關的個股呢 第一個呢 是6584的南郡國際 那大家可能會比較陌生 因為這個南郡國際是最近才 才好像是轉上市櫃吧 還是新櫃 那算是比較新鮮的公司 比較新鮮的公司 大家來說比較新鮮的公司 那它也是做伺服器倒軌相關的 那再來就是機殼相關 就是821年的秦城 跟3693的銀邦 那最近表現都是非常強勢 也都是伺服器干裂股 機殼干裂股 那第二個新聞呢 我們來看 昨天呢 這個6203的海運店 這個法說會釋出利多消息 就是說 相關的訂單 第三季的訂單 都已經確定了 而且能見度是相當的樂觀 那基本上不管是海運店 還是之前的僑微 基本上對於接下來整個的 訂單的展望 基本上整個族群看起來都是 蠻正向的啦 所以海豚為什麼一直focus 在電源空氣這個族群 就像海豚去年底 就很先告訴大家 飛機零組件這個族群一樣 那海運店自己說 下半年的營收 要去拼 比去年同期要成長20% 那這個數字當然也是一個 蠻正向的數字 那今年呢 電腦遊戲大作 推出刺激這個換機草 那其實大家 如果有在打電動的話 也知道今年其實 蠻多的 不能說商業大作 就是蠻多的遊戲 因為之前因為疫情的關係 都一直延後推遲發表 所以今年的遊戲呢 基本上是比較多的 那當然海豚 玩遊戲的速度是很慢 因為沒什麼時間玩 不過其實也是一直在關注 相關的這個電玩的新聞 那搞不好有空 大家記得 按讚訂閱開小鈴鐺 搞不好哪天 海豚就來個遊戲直播 像這個最近不是出那個 FF16嗎 是今天 好像是今天可以開始 PS5可以開始下載 那回去看一下 下載好了沒 搞不好端午節 就來直播一下 因為聽說這一次的FF16 是大致蠻期待的 好 那後面就幫大家按計算機了 因為他說比去年的營收 下半年營收成長兩成 那去年下半年營收是 12億三千零六百四十九千元 就是12億啦 12億 那如果說我們去乘以20% 再除以6的話 就等於說接下來 7月到12月的平均營收 大概是2億4千萬 2.46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接下來的海運店的營收數據 能數是有符合這個平均值的一個狀況 如果有符合的話代表說什麼 公司沒說謊嘛 營收真的有機會 比去年通緝成長20% 那依據法說這個 對這邊就已經算出來了 那相關概念股 相關概念股就是什麼 你在跟大家講的 喬威嘛 喬威嘛 那再來就是什麼 3032的偽訊 還有3540的耀曰 還有6276的這個安泰克 好那接下來就是這個 市場重要大事預告了 就是明天晚上 鮑娥國會聽證會證詞 那這邊說過了 我們都要放東武吉亞了 誰在管你到底講什麼 那其實也不是這樣 因為海豚本來就預估 他講了什麼 應該對市場來說 也只是短線的影響 應該不會有一些 不會因為他講完就突然 突然轉空這樣子 頂多就是修正的風險而已 那6月23號呢 禮拜五 晚上會有這個 Market製造業的P&I P&I 好那基本上 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海豚又分享 記得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還沒交到海豚LINE 生活圈呢 記得操作沒有QR Code 想要參與海豚這次的優位方案 太長了我就不念了 就掃右邊的QR Code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拜拜 字幕志願